教育家方云华老师 那这次我们主要介绍是2008北京奥运的一个创意画展 那刚才呢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个学生叫叶珍 叶娟现在有另外的两个学生 来告诉我们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沈远 沈远 声音大一点 沈远 那另外一位呢 我叫肖南 肖南和沈远 那么其实方尔在这个整个画展的过程当中 你们在创作也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是吧 实际上是花了很多心血应该说 是等于是家长 学生 老师三的同一体 而且甚至可以说是凝结了几代人的这种心血在里面 所以呢这个创作过程实际上是很艰苦的 你为什么说凝结了几代人的心血呢 爸爸妈妈 有时候爷爷奶奶 这不是三代了 对 都是一起跟着小朋友在创作 因为这个创作这个事情是完全是一个 没有copy的东西的 而且我们这次做的时候资料又没什么资料 我们主要靠的是像乔报 那是报纸上登的一些那个touch 所以乔报对我们帮助很大这次 所以呢那个在这上呢 就是只能在网上挡了一点腐啊 然后找一点长城的照片 其他没什么东西可以找的 那么这个奥运会的历史我们也临时找东西看了一下 无非就是原来我也不懂 我也不知道 这次的奥运会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因为之前也没有类似的画展 对 也没有这么去参加过 没什么可以参照的 对 而且呢时间又非常紧张 那么所以呢他们又在上课 所以那时间非常紧张 而且呢应该是非常辛苦的 非常辛苦的 做得非常 沈远你叫是吧 沈远来给我们看看你画的什么 来 我们拿出来看 这是 这是 这一张吧 这一张就是说他欧洲的当时比赛的时候 画的 那么这张画面呢 就是 奥运火炬 奥运火炬 加上后面点房子 加上后面有几个人在那 那么这次是参加了欧洲的以后呢 那我就说 第二次摆金的时候 我说不行 你就重新做 你觉得这一幅 你觉得它的问题在哪里呢 那太单调了还是 太单调了 太单调了 对 沈远你画这幅是什么 表明什么 就是那边火炬 然后后面就是 曾经奥运会的地方 经过的城市是吧 对 这是那个古希腊 哦 这是英国大概 这个是法国 然后长城在后面 就是火炬船地走的一些 鹿京的城市是不是 不 它是曾经开过奥运会的地方 哦 这是它第一幅画 第一幅画 那么这里是有第二幅 然后呢第二次 第二次要做的时候呢 这幅 这幅 这幅来之不易 这幅是它开始 它一个礼拜上两次课 开始的两个礼拜 也就是四季课 全是空手回家的 哦 所以这张画 我最后跟她讲 这张画是你妈妈的功劳 为什么这样说呢 完全是靠她妈妈 因为为什么 没她妈妈支持和理解 这张画做不出来的 因为事实上 它四次都是空白回家的时候 它已经很晒的了 它情绪非常非常差 因为其他的人已经开始画了 一共只有几个礼拜 很多人在开始画了 它什么空子 什么东西都没有 小的草头什么都没有 idea都没想好 想不出来 或者这么讲 怎么跟她讲也想不出来 后来我也失去兴趣了 老实讲 我想这也不能拖下去了 我想要么不要做了 要么找原来这张重新画一次 因为我们原来这有靠背界 没有原界了 她北京不要 要原界 所以后来第五次来的时候 也就是说第三个礼拜来的时候 第三个礼拜来的时候 我跟她妈妈讲 我说这个事情怎么办 我还没问我讲完 她妈妈说我知道我知道 这个情况我知道 她说我想 我说我劝她再try试 再试试看 所以一共试了好多 对 所以我一听 我都很感动 因为这种家长不太多 平良心讲 这种家长 那么能够理解的家长 那么能够理解 创作过程 本身是一个艰苦过程的 这种情况的情况下 而且对她女儿 没有想出来 又能够那么鼓励她的 那么耐心的 这种家长很少很少 所以沈远 你当初是想要放弃了吗 You want to give up 是不是 后来你妈妈怎么跟你说的 还记不记得妈妈怎么说的 她其实没骂我 没骂你 没骂你 鼓励你继续 很多家长这时候 肯定是痛骂了 不是说小骂 痛骂了 对啊 那你现在你画的这个呢 现在你要画的画面表现的是什么 就是那个火锯会常常这样的车上 然后也就是 她就表现的奥运会的梦 奥运会的梦实现了 所以她那个题目就是梦 她这个画你看画面很好 她的构图 构图非常漂亮是吧 对 而且这个是像长城 又像一个龙 中国的龙 对 所以你们 所以我前天就跟她在讲 而且她就交错的感觉 真的很好 交叉得非常漂亮 就像刚刚一只 那一张交叉得非常漂亮 有obstract的部分在里面 这些是贴上去的吗 有的东西贴上去的 这个小人 还有这些飞鸟是贴上去的 所以真的是蛮有创业 这张非常漂亮 这张我就跟她讲 我说贾老师 我们早一点 Olympic的开幕是打出来 那震探全球 虽然你今年几岁了 十五岁 十五岁了 好 还有一位学生是肖南 那肖南的话 也给我们看一下 是怎样的一幅 肖南的这幅是 画的是什么 告诉我们 这是画的 国旗和火炬 国旗和火炬 各国的国旗都在上面 是吧 对的 所以肖南你这个画 创作的过程呢 方老师她的情况是怎么样 她是这样 这张是参加了 欧洲的一张比赛 那么这张呢 就是说当时也是 就是两个里面赶出来的 那么她主要是 她这张构图非常有特点 她就是把成变成 把棋子组合成奥运花 等于是一个图花 又是一个火炬 对对对 所以这个idea就在这 对 火炬上面开花 对对对 所以那这张还是 尽管时间很急 还是很 还是效果是挺好的 向南你在画的时候 这个是 你这个idea是老师给你的 家长给你 还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我是自己想出来的 我是 我那时候 奥运不知道很多 所以只知道有火炬 和各国的棋 所以我就画上去了 所以就把她知道的 关于奥运的东西 放组合在一起了 但是她也是try了很多次 我最后pick up了以后 在做的 所以他们在这些小朋友 他们在学的过程中 整个创作要花多长时间呢 基本上 你看这张画 就是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的上课时间 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四个小时 加上她的课外时间 就这样 就是靠那么两个礼拜赶出来的 因为我们知道的情 前面也就是两个礼拜 也必须要交走的 其实我觉得也蛮不容易 因为小朋友去设计 哪个国旗代表哪个国家 那有很多的国家的国旗 都在上课 这个办法还比较容易 他computer就打一下 红旗都会出来 但是你开始的idea很难 这是一个 还有你的computation 跟人家不能一样 这很难 所以我要求他们的都是这样 就跟人家 不能跟人家一样的 而且这种画面 我们送到北京 北京他们不相信 是小孩画的 你问问他们 全是他们自己画的 我只是起到一个 proof的作用 就是说可以还是不可以 要什么东西要改 就卡在那里 沈远老师有没有帮你 在上面修改 没有 全部都你自己画出来的 真的好棒 我们现在这一次 为大家访问到 两个学生 一个是沈远 一个是肖南 我们要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非常及时的社区资讯 非常新鲜的生活时尚 非常贴心的女人话题 非常精致的文化体验 尽在非常违平 周一到周五 每晚六点半到七点 丁维平与您真情相约 世界电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